華麗光雕搭配音樂七彩光影投影在天主堂的外牆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新竹光臨藝術節22號即將登場 活動將一路持續到31號 每天都會有精彩光雕秀 透過光影音樂 然後來和我們舊城區的九棟古蹟建築來對話 所以它是一個相當精彩的一個古蹟光雕展 也是史上最大的一個古蹟光雕展 將近100組藝術團隊和志工花了一年的時間設計籌備 包括新竹車站、舟廳以及美術館等等 一共9座古蹟建築物都會是這次的活動場地 活動期間每天晚上6點都會上演精彩光雕秀 光影結合音樂述說台灣和新竹的故事 光線搭配音效其實蠻震撼的 其實看到中間真的會起雞皮疙瘩 串聯九大古蹟建築新竹搖身一變成為藝術之都 民眾邊散步邊欣賞美麗光雕秀 感受當地藝術氛圍 TVBS新聞最好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